早些年在天涯有一个夜探地铁站的铁子很火 今天带大家一起重温一下 那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说 钟先生的城市也不例外 传说他们当地有一条神秘的地铁一号线 早就建好了 但却一直没有通车 原因你们可以猜一猜 有天晚上 钟先生约上自己的一位姐们 决定一探当地地铁站 去寻找那条传说当中的地铁一号线 两个人进了这个地铁站 先是一顿东躲西藏 终于成功藏起于地铁站了 看着空室的列车开过 两个人知道可以开始行动了 但行动之前呢 两人其实很害怕 一是怕被人抓住 因为不知道再算不算违法行为 而是怕还有车开过来 那小名不保呀 第三是怕轨道有电 所以两个人多等了半个多小时 确定没车之后 又往轨道上丢了一些区别针之类的东西 确认没电了才下去 当时地铁站的灯光已经关了一部分 但没有全关 广告灯箱也没有关 借着这些光 俩人走向了漆黑的隧道之中 进入隧道之后 用五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打开了手电筒 但可视范围仍然很有限 可想而知里面有多黑 假如只有自己的话 中间就肯定跑了 因为太黑了 而且呢 有一股很潮湿 很心涩的味道 偶尔还会有一两下老鼠的声音 和断断续续的风声 中间正也不是投一回探险了 但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一比 那其他地方都弱爆了 姐妹抓她的手心全都是汗 两个人很紧张 也没敢说话 走路呢 也不敢太快 就这么走了有十多分钟啊 两个人看到了停止的列车 那停车的地方啊 比越台要大一些 两个人就爬到了上面 沿着边继续走 中间俩人呢 还扎了根草 休息了一下 扎草的时候 姐妹说了句话 如果出事了 那你就是我最后一个见到的人了 直接把这个探险的氛围啊 给拉高了 说完两个人呢 握了握对方的手 继续上路了 那由于长时间面对黑暗 两个人的眼睛啊 也习惯了一些 步伐呢 也快了 沿着列车车厢的方向啊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两个人看到一个插路口 这个时候该如何抉择呢 不得不佩服啊 咱们这个钟先生的机制 凭借着地铁票背后的线路图 和姐妹手上的一块 戴着指南针的运动手表 钟先生啊 选择了往右边的插路口方向前进 因为通过判断 右边的这个通道 在地铁线路图上 是不存在的 线路图上不存在 而现实当中存在 难道真的就是 传说当中的地铁一号线吗 进入通道之后 往前走了有500多步啊 这个时候啊 手电筒 所能照射的地方 比之前要残破很多 特别的脏 灰尘极厚 脚下的触感 就像是踩在一块海绵上面 你每一步下去呢 还伴随着那种 轻微的 类似踩雪的声音 这个时候呢 姐妹忍不住了 就讲说 要不咱们走吧 我有点不舒服 但钟先生却觉得啊 好不容易找到了 传说里的地方 怎么可以轻易放弃呢 于是又安慰了姐妹 直到她表示同意 两个人继续上路了 走了不知的有多久 突然间 安静了很多 前所未有的安静 风声 动物声 都没了 这个时候呢 钟先生就跟这个姐妹讲说 我们应该是到了 传说中的地方 但他没说的是 这里以前是埋人的 两个人紧张的向前走着 突然间 钟先生听到一个声音 原来啊 是姐妹低声念起了佛号 这一下呢 差点没把钟先生给送走 随后呢 钟先生也跟着姐妹低声念了起来 但兄弟姐妹们 切记 寺庙里啊 其实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那里呢 能听到佛号 他们喜欢听佛号 但是你不是活佛 也不是高僧 你念 度化不了他们 所以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就在钟先生他们 努力的念着各种佛号时 安静的通道里 渐渐的 喧哗了起来 这一下 两个人都停下来了 因为那些声音呢 是从四面八方飘过来的 并且啊 你明明听到了声音 却又说不清楚 到底是什么声音 两个人只能紧紧的靠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 钟先生的耳朵旁边 出现了一声清晰的咳嗽声 很弱但很近 刚刚啊 他只是不感动 这下钟先生 整个人直接静止了 直到姐妹哭出声来 这个时候呢 钟先生才反应过来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想办法 壮胆 离开这里 所以呢 他当时做了一个 非常SB的举动 给哥们打电话壮胆 第一次打 没有信号 然后呢 往前又走了几步 偷偷瞄了眼手机 哎 又有信号了 于是掏出手机 继续打电话 可还没有拨出去 打电话的那只耳朵 被一股很有力的凉气 吹了一下 手机当时就扔了 这个时候啊 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有些朋友肯定说了 找手机呀 那我跟你说 你不正常 还好呀 钟先生是个正常人 大喊了一声 跑 两个人呢 也不管见起的尘土 有多脏了 疯狂的朝前方的黑暗里奔跑 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 实在跑不动了 可依旧看不到终点 这个时候啊 钟先生就拉着姐妹 休息了一根烟的时间 继续上路了 然而 此时此刻的姐妹呢 却变得死沉死沉的 好像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 整个人呢 就那么搭在了钟先生的身上 问他话也不回答 这个时候 钟先生啊 心里是别提多后悔了 但眼下 只能先想办法 出去了 那下定决心 加快步伐 继续向前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钟先生被绊倒了 站起来之后啊 头 就变得很懵 很晕 而且呢 莫名其妙地感到悲伤 甚至啊 一时间让他忘记了身边还有人 那种悲伤呢 说不出什么感觉 无奈 无助 非常的难过 浑身都冷 这个钟先生呢 只能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 让自己的精神高度集中 过来一会儿 终于回过身来 于是呢 拉着姐妹继续向前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姐妹说话了 这句话啊 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姐妹用那种 像是从气管里挤出来的声音 说了一句 你穿的是什么 钟先生是从头到脚 打了个冷战 用力咬了一下自己的牙齿 把这个手电筒啊 照向自己姐妹的脸 这个姐妹啊 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地面 嘴唇都破了 无论怎么摇晃他 他都保持那个状态 当时呢 钟先生也不知道 用了多少种方法 骂脏话 脸筋 抽他打嘴巴子 反正最后姐妹 终于从那个状态里 抽离出来了 至于是哪种方法凑效的 他也不知道 当时太着急了 那这个姐妹清醒过来之后呢 就开始猛哭 歇斯底里的哭 钟先生呢 也只能是致死第二后生了 用最大分贝 开启了口吐分方模式 最后的最后 两个人呢 远路返回了 一路的祖安问候啊 给了他们莫大的力量 一直走到他们下去的地方 两个人爬了上去 姐妹靠在钟先生的肩膀上 睡着了 钟先生呢 是一宿没睡啊 直到第二天地铁开了 两个人出去啊 吃了些早点 各自回家了 在吃早点的时候 姐妹给钟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非常的悲气 大概是说啊 一个女人举家被灭门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并且还怀着一个 当然是前朝的事啊 姐妹说他清晰的 接着这一切 打那以后啊 这个姐妹就无数次的 做着跟这个相关的梦 直到后来姐妹 结人皈依 那最近的很多朋友呢 就爱到我看一些 探险的视频啊 在这里呢 我不做评论 那这个故事 应该可以让你感同身受 过把瘾了 好了 我是老飘 让我们下个故事见